好我們繼續上金屬元素 接下來上了金 黃金黃金金什麼顏色 黃色 金是延展性最好的金屬元素 就可以把它弄成很薄 拉得很長 你小時候滿月的時候 可能有人送過你滿月禮物的金鎖片 看起來很大一個 可是並不太貴 因為它實際上量很少 就把它打得很薄 看起來很大隻而已 看起來很大隻而已 因為金的特性就是 它有良好的延展性 它有良好的延展性 像我們這邊要看到的一樣 為什麼它不讓我到Foodscreen 好啦算了 如果不能就算了 來金 金 拉過來 拉過來 欸 弄得很薄很薄的一片 薄薄的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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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輕飄飄 所以你聽到喔 有些說什麼我的那個佛像什麼之類的 弄個金像 它可能就只有鋪一層薄薄的 貼一層薄薄的金而已 那其實量很少 你頭部一點點而已 好 好 因為金很軟 你眼睛太好 所以你拿純金去做一個金塊 很容易變形 所以要加點別的玩意兒 加點銅 加點銀 加點銀 讓它變得比較硬一點 那麼這個含量有一個說法叫做幾K 24K就表示純金 18K 24分裡面有18分之金 OK 然後呢 14K就是24分裡面有14分之金 這樣子 那麼這些金條會寫一個999 或者是9999 意思就是9999就是99.94% 是金 我們這樣 就叫它純金了 999就叫它純金了 就叫它純金了 是它是叫做純金了 999純金 然後呢 導電器導熱器第三位 這個你可以不用背 第一位的是銀 第二位的是銅 第三位是金 所以 然後金因為活性很小 會抗腐蝕 所以如果這個電器很需要一些抗腐蝕 或怎麼樣的話 它會弄金來做 它會用金來做 以前我看過廣告 就說它那個CPU是用黃金去焊在一起的 用黃金焊在一起 我們台灣的公司 專門收集廢手機廢電腦 來提煉黃金的 所以我們去煉黃金 煉出金條的 可以提煉出黃金來的 薄白金 薄是白金 然後呢 比較硬一點 還要硬一點 然後活性小熔點高 不益作用 我們做乾鍋 蒸發米 電極 三年級教那個電的時候 有電極用薄來做 裝飾品 狗 剛才講過了 常溫長壓下 唯一的液態金屬元素 俗稱叫水銀 做溫度劑做氣壓劑 唯一的液態金屬是狗 唯一的液態分金屬是鏽 然後呢 舊課就講兩個 一個叫剩 一個叫加 這兩個也 熔點很低 握在手上 就會化掉 因為你的手有三極度 會化掉 可是如果用常溫長壓講 他們兩個還不會化掉 還是不會化掉 但是後來舊課本提到說 這兩個也很容易變成液態啦 你要看一看 就知道看一看 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然後拱 我們以前的水銀電 這個戒指有氧化拱 日光燈裡面有所謂的拱蒸氣 拱蒸氣很毒 不要碰到它 因為它今天有毒 所以我們要你說 含拱的東西不可以隨便丟 要回收 要怎麼樣注意 以免污染環境 然後拱很容易跟金屬馬在一塊 就變成拱旗 跟黃金馬在它就變成金拱旗 跟銀在一塊就叫銀拱旗 我以前有個戒指 好像是溫度計的那個水銀破掉了 突然就跟我的那個機械紙直接拔在一塊 就結合在一起 都就變色了 然後也就沒有救了 所以它會重練 可是沒有救 它就拔在那邊 然後以前會拿來填牙齒 填牙齒 因為它的膨脹什麼之類跟那個牙齒差不多 可是因為拱有毒 所以現在不用 現在不用 然後這是一個水銀撒在桌面上用真空法吸取 真空法的意思 就是類似吸塵器 但是你不可以用限定吸它 你用過限定就知道 限定前面在吸後面有風吹出來 你記得嗎 但你的拱前面吸會噴的那會更麻煩 那個拱是有毒的 那拱的那氣更毒 所以如果你前面吸會噴 那反而更糟糕 所以雖然我說說法上是像吸塵器 可是你不可以拿錢去吸它 不然就撒了一點心粉跟流粉 再把它吸起來 OK 這是以前告訴你說 拱要什麼用 也因為拱有毒 所以現在國中裡面 所有跟拱有關係全部都拿掉了 所以你們也碰不到拱 你們也碰不到拱 以前有 古時候有 但現在完全沒有 因為拱有毒 怕傷害你們那個 幽咪咪北跑跑的肌膚啊 或是傷害你們可愛的幼小的生命啊 所以把它拿掉 烏 熔點最高的 可以做燈泡 可以做燈泡 做燈泡 烏 烏在這裡 燈泡 燈濕 因為它的燈濕很熱 所以愛迪生要做這個時候 找到很多材料都失敗 因為都溶掉 一直以後找到烏才成功 因為它溶點很高 它不會溶掉 不會溶掉 OK 烏 做燈濕 做燈濕 OK 好 然後燈化污很硬 可以來切東西 切東西 燈化污 好 就再看一看 燈化污 燈化污 然後 最後 是炭 炭的密度很小 彈性很好 耐高 溫 有薄膜 用途廣泛 你看 我這些用途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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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最容易看到的炭 就是眼鏡 純泰做的眼鏡 抗腐蝕 我的汗水很毒 我以前戴眼鏡的時候 它們會不會被全部都腐蝕掉 現在不會了 因為戴到純泰 不會抗腐蝕 會不會腐蝕掉 所以現在最容易看到的 炭字 就是眼鏡 純泰做的眼鏡 氫、堅固、抗腐蝕 好用 好用 開開開開 做一些用途 欣賞一下 看看就好 然後二氧化碳 俗稱太白粉 有這些用途 以前那個誰忘記了 杜邦嘛 杜邦什麼 要在台灣蓋一個二氧化碳工廠 就被環保人士 抗一大堆 搞一大堆 然後他們就不大堆蓋 用途很多 然後呢 薩齒直接流行的光觸媒 可以來的社會就是二氧化碳 你碰到的就是你的力殼板 那種有液體的力殼板有標示 那裡面有二氧化碳 你們的力殼板也沒有標示 不過我猜它也是二氧化碳 但是我不確定它沒有標示 如果是液態的 你知道液態的講的嗎 擠出來的水的那種 擠出來的水的那種力殼板 它就有標示 那裡面就還有二氧化碳 白白的就蓋上去 蓋住它了 OK 用途知道一下 就是有關於二氧化碳的部分 請問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 請寫課堂練習